今天几日帮目客看风水 很多时候我们会采取用窗口来做像 来给大家看一下 窗口就是这样子 因为按照屋图的时候啊 有时候我们会说 这边做像会比较好 比较理想 有的时候又要采取 用门来做像 为什么 因为第一门是我们路径的位置 就是大家进进出出的地方 我们就要找屋子的中心点在哪里 中心点在这里 就是大门在这里 下去中心点看一下 那我站的位置就是这个家的中心点 那在这个中心点 我能够看到这个利点呢 我是看不到窗门 可是我能够看得到的是 那个 大门 从利点中心点看得到大门 看不到正窗 那个家的像就是以这个门为主 而不用窗为主 为什么我们说 乌图分析跟实地考察是截然不同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乌图分析 往往这图墙壁比较大 这个墙壁比较小 我们就会建议沙发在 比较主要大一点的墙壁 可是现在来到这个实地考察的时候 这个实地考察的时候那个沙发不能放在 这个比较长的墙壁 这个玻璃 它看出去就是那个门 这样的大门 那主人应该要坐在这里 为什么主人坐这里 那我现在坐在这里虽然我的靠山 会变得比较小 比较窄 所以这个屋子的靠山域可能比较弱 可是我坐在这边我会比较安详 所以第一我看得到那个大门 就是因为这个玻璃 看到那个大门 反正你现在站在这里啊 你看啊 看到啊 所以我们这样路径啊 外面的人看到那个主人坐在那里 我是不会紧张的 反而是主人 更紧张 为什么主人会紧张 主人坐在这里 他不知道谁会进来吗 可是我是外面的人 我回来我一定知道谁在家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沙发不能放在这个长的墙壁 而需要摆放在内部墙壁 这是格局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看到远处 那个是西南卫 西南卫现在的这个运势形成了一个桑 它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 水路 我们知道了那个中心点 我们通常就是 这是房 后面是房间 我们的中心点是在这里 我们通常是会跟 跟主人讲把门 封起来不可能因为这是唯一的房间 那他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 将两个房间打通 打通那可以打通的话这个墙 这个门呢就封起来变成一个 这样它的中心点就实实在在 非常好门就从这边进 所以我们讲的天衣无缝 好啊 我来看这样的风水整个人也变得很开心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